好啊 歌手2024 这个手机播出之后啊 迎来了不错的反响 但是呢 大多对这个节目的品质啊 进行这么一个讨论 国外的两位选手啊 展示出了这种顶级的水平 但是国内的几位歌手呢 除了这个纳英之外啊 根本就是说没有拿得出手的来啊 就是说很多观众啊 就是说三个争第一的啊 四个争第七的啊 就是这样的局面呢 大家自然就是希望可以看到啊 更有实力的歌手进行这么一个注针啊 只不过第二期啊 没有给大家带来太多的惊喜啊 除了两位就是接绑歌手之外呢 依然是第一期的七位歌手在PK啊 明发的呀啊 第二期节目中啊 发的呀最后一个出场 但是他这个发挥呢 非常的稳定 即便在直播中呈现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呢 他这个设备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也丝毫啊 没有影响他这个个人的气质啊 就是说这种高速率屏的输出呢 让观众啊 听完他这个唱歌之后啊 全体站起来都进行这么一个输大拇指啊 真正让大家感受到了 这种全开脉唱的这种震撼感啊 而且啊就是说啊 在舞台上给人感觉出就是过来享受舞台的 无论是高音还是低音啊 都是收放自主的 并且整体情绪呢 给人感觉非常的饱满 一开始就是说温柔的这样唱啊 到了高潮部分啊 进行这么一个爆发 有情感的 有技巧啊 这才就是令人叹唬 属于是一个实力派的歌手啊 第二名呢 就是纳英啊 就是说这一次纳英终于挤进这个前两位了啊 第一期呢 因为就是败给了两位外国式的选手啊 让就是天后这个面子啊 有点挂不住啊 到了第二期当中啊 在对手实力强健的这样的情况下呢 纳英啊 依然带来了很不错的这个表现吧 就是说 这两期节目中啊 可以看出纳英啊 已经是国内歌坛里的一个佼佼者了啊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个节目上 还是显得非常紧张的啊 毕竟啊 这属于是直播的形式 但凡就是声言出点问题 就是相当于直言白干了啊 好在这个纳英呢 就是说啊 在声言上有点紧张 但逐渐敞嗨了啊 到了中后段啊 发挥了他自己真实的这么一个水平吧啊 不都不说就是纳英 他这个声音确实有辨识度啊 虽然就是说一次选的不是自己的歌 但是他呢 依然唱出了自己的这种味道啊 如果按照这样的水平唱下去啊 纳英呢 要是选歌啊 冲击第一啊 不是 不是问题啊 这灯台线唱的这个上天末 发挥呢 有点失误啊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设备出现了问题 一上来就是撂嗓啊 就是让人听着跟这个鸭叫差不多啊 非但没有把大家带入到他整首歌的范围当中 反而呢 一直就是让人啊 对他最初的呈现呢 难以忘怀吧啊 到了这种高音部分啊 还出现了一个破音的问题啊 就是说 整个就是 这是直播与录播不同啊 就是说 如果是录播 还能通过后期的修演 掩盖这种狭屁啊 但是直播直接暴露问题啊 即便像这个 这种顶级的啊 也会出现失误的这样的情况吧啊 整个比赛就是说 他从这个第一名呢 调到了第三名啊 就是说啊 对于歌手们来说啊 稳定发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 下一名歌手这个海莱阿牧呢 这次啊 属于是险胜 就是说可以证明啊 选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海莱阿牧他这个唱歌风格呀 并没有变 依旧喜欢用这种 怒音呈现高潮部分啊 这次呢 还是侧重于 这种演唱技巧吧啊 虽然就说这个海莱阿牧呢 没有明显的失误 但是呢 不至于让大家觉得非常惊艳啊 反而就是说 给人感觉平平淡淡的 这样的感觉啊 如果就是 不是被淘汰的歌手啊 表现太差 这一轮呢 海莱阿牧就是 非常的危险啊 这个叫江苏啊 小江苏 今天就是学了 这首《血弱》啊 就是与他之前的这种风格 反差非常大啊 完全可以就是 秀于把自己的唱功 但是他呢 偏偏把这个艺术好牌啊 打得非常烂啊 至于这首歌 本身有大量的歌词重复啊 要唱出不一样的情绪 不一样的音调啊 才能就是让人听出差别 否则呢 那就是单纯的 属于是在重复 让人听着啊 稍微有一点审美疲劳啊 这个江苏啊 江苏在就是高音啊 都低了一个调 前后几段呢 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真正让人就是说 听着想睡觉的 这么个感觉啊 反正就是说啊 这种快睡觉的时候呢 又加了一段这种 浪诵啊 更让人就是 一头雾水啊 这哥们到底在干什么啊 那这个江苏龙 直接就是排在了 套数第一的这么个成绩啊 还有就是 对这个舞台表现和这种 台风啊 顾目不忘 但是啊 就是说啊 杨卫认为这个黄玄啊 在这个舞台上啊 跟这个跳踏神差不多啊 这个 盖行乐队啊 带来了一首这种 方言版的轮回啊 这个歌是好歌啊 声音也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 后续呢 就是必然不可能 就是一直在他们 这种舒适圈里啊 唱自己的歌曲啊 就是说 这给这个盖行乐队呢 带来了不小的这种考验啊 惊人讨厌的两位歌手啊 就是说 杨成莲和这个二手玫瑰啊 终于啊 在第二期被淘汰了啊 就是说 让人感觉非常的开心啊 在第一期节目中啊 杨成莲 就是出现了气息不稳 声音微颤的这样的问题 到了第二期呢 直接跑掉了啊 这种转眼也用力过猛 明显的要有就是 秀唱功啊 结果呢 给翻车了啊 这也与杨成莲这个 嗯 他这个步子迈得太大啊 过于自信 有着就是直接的关系啊 他这个唱功 放在歌坛当中啊 本身就排不上什么名次啊 但是他偏偏想证明自己 这个实力很强 选了联军街的啊 不为谁而做的歌 这种歌本身是 属于是高难度的啊 杨成莲呢 根本就是把控不住啊 以至于从这个第一句开始吧 一直到结尾啊 都是寒寒乎乎的啊 要么听不清 要么呢 就不再吊上啊 反正这样就是被淘汰吧 对节目来说呢 就是说 毕竟可以让这位 就是让其他的 更有实力的歌手啊 不至于让观众的 这个耳朵听得非常难受啊 这个就是与节目风格 格格不入的二手玫瑰啊 他在第一期节目中啊 带来了另类的耍猴儿啊 看完他这个舞台表现的啊 像是来表演的 而不是来唱歌的啊 就是说 放在音乐和这个乐队的 这种综艺节目当中啊 或许啊 会有独特的风格 还有一波粉丝啊 起到热场的作用 放在这个歌手 这样的考验的舞台上啊 这就有点就是 走错地方的感觉啊 就是乱入的感觉 包括第二期这首歌啊 就是被二手玫瑰啊 唱出了乡村大舞台的 这种味道啊 一点唱功没有看出来 全程呢 只看到他在这个 作秀啊 作秀 第二期歌手啊 整体表现 依旧是 差强人意吧 就是 因为这个 终于开始 进行这么一个淘汰赛制了啊 就是说把 两位实力欠缺的歌手呢 率先踢出去啊 这样一来呢 能够就是 演见更多有实力的歌手啊 嗯 就是这样可以 就是期待 接下来的 节目了啊 嗯 感谢大家收看啊 这个 大家就是 最期待 谁会出现在 歌手2024的舞台上的啊